甜蜜的任务本期看点 迪哥来参加爱要好身材的初衷 是想练成八块腹肌呢 还是希望有一个健康的生活呢 做梦吧 因为爱要好像在第二季的时候 不是概念转换了一下吗 快乐生活 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我一点 如果练到八块腹肌 我觉得对了 他的阿姨特别喜欢王一博是不是 对啊 迪哥的现在的身材的管理 有没有一丝丝的靠近我们的王一博 你还差得远 你还差得远 听吧 实话实说还差得远 这个新戏叫重启 这集海听雷 跟对手对戏的时候 听到你一直说Tramp的时候 会不会稍微被带偏 反正朱一龙有一场戏 他给我就是下毒那场戏 他说你再动的话 你就撕秋喽 撕秋喽 直接撕上话就标准了 精彩马上开始 咱俞 脑洛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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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洛 到 publicly永远之 Financial 当你第一天放假回家 你会看见热情的 老妈 我会儿子快过来 你想吃啥子 让你感觉自己很威达 当你放假了三天在家 你会看见平静的老妈 兄弟把那个摊子给我拿过来 再把外国洗了哈 想吃啥子你问你把钱不要问我 当你放假了五天在家 你会看见恐怖的老妈 他会 起来起来快起来别睡了 不要再亲你老妈 你还想让你老妈多活几天吗 哦 确认是亲妈 哇 可以 迪哥 你把节奏卡住了 没用了 反正后期做吧 哈喽 芒果TV的粉丝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甜蜜的任务 我是主持人冯金 小青青 没错 今天来到我们本期的嘉宾呢 一个是综艺顶流 一个是妈天顶流 俩顶流 让我们欢迎杨迪和迪妈欢迎 大家好 我是杨迪 我是杨迪的妈妈 妈 妈 这个是麦 你妈 我觉得我是感觉你现在很瘦 真的吗 哇 因为我们录艾艾好身材的时候 冯青一直在棚里观察 对 我一直在棚里 你没看我们节目吗 你没看我们节目吗 怎么没看啊 那为什么不记得呢 不记得啊 我今天那一半 立马转走不记得 其实是记得的 我会来这套 比妈 我坐在哪个位置啊 坐在 就坐在哪里 你别问这套 聪明 其实还是大家很想知道 一个来参加艾艾好身材的初衷 是想练成八块腹肌呢 还是希望有一个健康的生活呢 做梦吧 做梦吧 因为艾艾好身材第二季的时候 不是概念转换了一下吗 是是是 快乐生活 快乐生活 我觉得这个比较适合我一点 如果练到八块腹肌 我绝对不会来 因为就是可能没有那个毅力 那来参加这个节目之前 有做什么准备吗 准备 对 没有什么准备 完全是做自己 可能就是 发现生活上一些陋习 被大家 尤其被我妈妈发现之后呢 就开始有一些这种 生活习惯上的碰撞 我觉得真的是要感谢艾艾好身材 我觉得仰底的身材啊 隐私习惯啊 真的真的都需要改变改变 说我坏话就不用牵 说我坏话就不要牵我的手了 弟妈 是需要改变还是已经改变 改变了很多 现在可喜欢喝热水了 可喜欢喝热水了 可喜欢 哇 烧开了就往嘴里倒 现在就是有一个粉丝 很想问迪哥的一个问题 迪哥呢就是 在另外一档节目 就是跟迪妈参加嘛 然后被认为是夫妻和兄妹 你真年轻啊 你真年轻啊 我刚才弄错了 我刚才以为是夫妻两个人 夫妻两个人 怎么说呢 我怎么说呢 可能我妈妈太年轻了 然后我可能显得太老了 我不知道怎么回事 所以说阿牙好身材叫你好好管理 你就要按照这个程序一步一步 但这个面向上的事 通过管理能管理好吗 早睡早起啊 对不对 对啊你看阿姨 阿牙好身材 好 听妈妈的话 我要疯了 你会疯了 所以那迪哥你身边有没有就是 很会健康生活的艺人朋友 很会健康生活 来过我家里的张天爱啊 那太健康了 天爱第一季的 简直自立的不得了 太棒了 完全是我的反面教条 我很多那种运动项目 都是因为在她的督促之下 去感受的 真的痛到叫 痛到飞的那种感觉 哎球要夹子不得掉啊 球要夹子不得掉啊 球要夹子不得掉啊 妈妈 你看生孩子一样 生孩子 走到不去马上我放一下 就是因为她天天也来你家嘛 天天也来你说什么啊 来过你家 天天来 有来过你家 然后也看到她的那种节制和克制 有点 有点 有点猛 这个冻干乳酸菌这个挺好吃的 你尝尝看 有点甜啊 这热量很高 就我可能做不到她那么细腻 就是热量的控制肯定还是不如她 每天的那个健身操 十几分钟的那个还是高一高 对对对太好了 她不做的时候 你不做我做 看她我做 她也做 那你做吧 哎呀跟着阿姨一起来健康做 那在节目当中 因为阿姨呢会偷偷的 黑暗中 迪哥黑暗当中 看迪哥有没有晚上 就是熬夜玩手机 对 你知道小时候 偷偷玩电脑 我拿那种衣服 把门缝下面打光 你知道 不然露光了出去 对对对对 一死死光都不行 然后我还把电脑的亮度调到最暗 所以说对谁的眼睛不好啊 眼睛最重要 因为那个节目现在还上热搜嘛 现在有的时候网友跟我留言 我稍微回复一下 他们不会因为我回复而激动 只是会说别玩手机了 好多公众号 无数的那种眼科医院 想要眼睛好吗 我们你看杨迪怎么行 就是我成为一个反练教材 那阿姨特别喜欢王一博是不是 是啊 因为一直跟迪哥说 希望练到像王一博的体脂 如果你的体脂哈 能够这样的像王一博那样 你在开玩笑妈妈 那个身材就 就打出来了 那现在迪妈你觉得呢 迪哥的现在身材的管理 有没有一丝丝的靠近我们的王一博 你还差得远 你还差得远 哈哈哈 亲妈 亲妈 哈哈哈 这肌肉 肌肉 对 对 王一博虽然瘦是瘦 但是 有肌肉 瘦是瘦 有肌肉 对 而且我们迪妈还把沈腾认成了王一博 是不是 哈哈 哈哈 在他眼中只要帅小伙 都是王一博 像这个迪哥呢 现在呢也拍戏嘛 两年前拍的戏 最近在热播 这个新剧叫重启 我想问一下迪妈有没有看 嗯 再看 没看就没看 说实话吧 我演的是什么角色 那个楚水 你应该在 名字 楚水 楚水红什么呢 红底水仙 红底水仙 对啊 你看啊阿姨看过 我是龙的吗 这边人 我看了你在海里面吗 打麻将 哈哈哈 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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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上哪个小伙子怎么了 怎么了 是吧 别再看过 这部戏呢 是你很喜欢的角色吗 演的还挺挺顺畅的 反正就是他们很多那种书迷 都觉得这个角色 我量身打造的感觉 因为本身就是四川人 又讲川普 对 还讲川普 又丑丑的 反正那种整体气质还是挺符合的 嗯 就是你有没有自己非常喜欢的角色 和想要挑战角色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呢也是非常多导演 导演 一定会看我们这两个节目 不至于吧 对 反正其实我 基本上找到我的角色 还是比较小人物居多 就是会有各种担惊受怕的 但我其实都行 我没有那么挑的 嗯 哪有机会挑啊 但是戴墨很好啊 对啊 杨哥 迪娃 对对对 多多多多年 都是在夸迪哥的 因为迪哥都说在里面是川普嘛 川普 就是因为跟对手对戏的时候 比如说朱一龙 听到你一直说川普的时候 会不会稍微被带偏 反正朱一龙有一场戏 她给我就是下毒那场戏 她说 再动的话你就撕球喽 你要是听我的话呢 20分钟之后我给你解票 你要是不听 你就撕球了 你就撕球了 直接撕球画就飙出来了 那现在杨迪跟阿姨呢 就是跟郭其林拍照的时候 阿姨好像有偷偷地靠 靠到了郭其林的怀里 对 靠到郭其林的怀里 你当时是为什么 你当时有 因为我妈妈 见到郭其林的时候 啊 亲余年 亲余年 我说第二步好久开始 她就问人家第二步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照相的时候 我就有意无意地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 就是挪过去了 这个结果就出来了很多 就是说娘子在偷妈 结果 妈妈还在往郭其林那边靠 好啊 我也喜欢郭其林 都是孩子嘛 对啊 演得也好又可爱 有没有单独跟她合照 没有 好可惜啊 好可惜啊 真的 就是有没有特别喜欢的 让就是迪哥帮你去追星啊 有好多 黄博 娜姐 对 刘谦 嗯 我反正很 多的不得了 我妈现在挤油 照片多的不得了 那作为妈圈顶流 这个点也是粉丝们很想问的 那不知道迪妈就是有没有想 踏入这个演艺圈 就是演戏这一块呢 这个都是没想过 开戏 开戏啊 以前演过一瓶 就是迪哥跟你 哇 我都看了 父亲难道是你的债主吗 简直就是个套战 你以为我喜欢向你讨这口饭吃吗 如果不是你生下我 对你对我 都是一种幸运 好好教训教训你 你就不知道谁是黑帽子 只是觉得嘛 杨迪有需要我的地方嘛 就 妈妈当然肯定要鼎力的支持嘛 你自己单独出来 没想过 好那接下来呢 就到了我们这个小小的互动 环节叫宠的就是你 也可以看到迪妈 很宠杨迪 杨迪也很宠迪妈 对不对 宠的就是你 我听得宠的就是你 宠的就是你 这个太针对性了吗 这个游戏 宠 宠的就是你 李希 宠的就是你之 猜猜他是谁 节目组准备了七位艺人不同时期的图片 杨迪需要根据妈妈笔画的动作 或描述语言 来猜图片当中的人物 正确达出对应的人物 即可完成挑战 为粉丝赢取宠粉大礼 考验默契配合的任务即可开始 接下来进入到的就是宠的 就是你的环节 那我们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做 猜猜他是谁 很简单 也就是我们的迪哥 来猜我们的迪妈 来表达 来比画 我们来看看到底能猜中几个呢 很简单 也是迪哥的强项 你来猜我们的迪妈 不管是来比画 用语言来表达 都可以 我不能看 你不能看 我们来准备的一个道具 请挡住自己 我好怕你们震一个王一伯的那个面具 这个看完了之后 我们就会让迪妈就来表达好不好 好 这个看到了吧对不对 我看到了 好 好可以了 迪哥你给放下来 就没拉 就没拉 对 迪哥来猜他是谁 我妈用笔画的还是形容 都可以 迪妈你就是你想跳舞都行 嗯 造型的时候有意无意的 有意无意的 郭契林 哇 好棒 下一个 下一个 太棒了 这一句话就行了 全是跟我妈妈有故事的时候发现 下一个 嗯 这是小时候 我们来看看她长大的样子 认不认识啊 哦 我真的可以了 好你妈知道了 心中有数 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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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 哈哈哈哈 这都是什么 脖子有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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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下一个 哇 哇哦 噔噔噔 王一博 哇 迪哥迪真的我 啊 哇真的我从来都是夸赞 而且只能我妈笔画才是 噔噔噔 变成这样子 我就会说 无精对吧 下一个 嗯 嗯 嗯 哇 盛行水说的 舅舅我想听她唱的歌 舅舅我想听她唱的歌 周深 夸不夸张 我们家族的内部的一些梗 夸张 我的那个外甥女儿 在家里面说 外婆外婆 你把那个跟舅舅一块来到 我们家那个人的歌点出来吗 周深 周深 我外甥 外甥女儿开始喜欢听周深的歌 我也超喜欢 哈哈哈哈 我太过分我都不知道 哈哈哈哈 开一个 哇 青春环游记 都喜拉人的 什么东西啊 青春环游记 很喜拉人的 喜拉人什么 这里有两个小酒 贾莲姐 你刚刚说的喜拉人 我听懂是什么意思 我们实生话就很希拉 很早很喜欢 很早很喜欢 很喜欢 就很喜欢 我们都喜欢贾莲姐 太方言了 对 喜拉人 幸亏我们第一个解释了 来我们看最后一个好吧 嗯 好嘞 心中有数了 我就是要把他认成王一博的 人是谁呀 你把他认成王一博的人 啊 沈腾 哈哈哈哈 你不要回答我好不好 天呐 哈哈哈哈 哇哦 太棒了 恭喜我们的杨迪和迪妈 完成了所有甜蜜的任务 为我们的粉丝们 赢得了福利 上微博搜索 甜蜜的任务话题词 看节目嘉宾好玩瞬间 那到最后呢 就让我们一起来 喊出我们的口号 甜蜜的任务成功 欢迎我们本期的嘉宾 王克蒂弟弟 欢迎 大家好我是王克蒂 最近元气满满的哥哥呢 是迎来了收官 你自己觉得在这一季中 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觉得最开心的是收获了这份友谊 收获了这帮哥们这帮兄弟 你觉得杨杨是属于什么担当 笑点超低吧 有一次我们在玩一个打手背的游戏 他就整个人笑到了走火入魔 笑到了走火入魔 你刚刚说自己是颜值担当 就是都是嘛 那你觉得跟杨杨 谁更是颜值担当 这是一个 五五开吧 我发个微信我跟他商量商量 他能不能把这个有这个称号让给我 断句挑战 红 凤 难受 每周一上午十点 甜蜜的任务精彩营业中